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机带你拜访一个家庭 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 共进晚餐 近年来 台湾经济倒退 头路难寻 许多年轻人毕业后到处打零工 根据统计 2012年有73万人没有正职工作 创下历史新高 他们很多是连22K月薪都赚不到的穷忙族 今天我们就要拜访其中一位 他与他的家人住在新店的租屋处 陈崇光 32岁 大学日文系毕业 却在公家机关担任零食工 我只是一个小螺丝钉就好了 把我的事情撞 被离开 崇光觉得工作简单就好 他想邀请的来宾是 把我会主委 贪私回家 崇光的同居男友 徐志俊 44岁 从事接案的配音员 这个只是说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吗 放我的固定在这里啊 在媒体圈工作的他阅人无数 还是有想要一起吃饭的偶像 竹哥俩 或是廖俊也不错 吃叶子 甚至马西平加上 有话其实就很有趣的出盒 今晚的嘉宾会是谁呢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东道主吧 今天的东道主是个喜欢穿梭在办公室里 处理行政事务 担任地茶水工作的小资男陈崇光 我的一些钉子要把它拔掉 然后睡子机要睡 会场要整理 然后桌子只要拍一下 小小个头加上一张娃娃脸 崇光队工作的期许也不算很高 只要是正职的行政人员就好 只是这么简单的要求却很难达成 大学毕业已经七年的崇光 始终找不到正职工作 每一份工作都做不到一年 平均月薪也不到22K 目前这份工作是在老委会做短期的零食工读 已经是第十个公家机关的单位了 崇光不是很满意 却勉强接受 找不到工作的话 就只好先做这个 对 但是就是同样薪水不是很高的话 那我还宁愿做这个 至少我身心不会被淬产 我是蛮希望说 外面的工作环境 至少能够像公家机关这样子 不要勾心斗角 相较于在职场上的漂流 崇光过去的人生更是困苦 崇光是高雄人 妈妈在他六岁时因精神病自杀 爸爸则长期失业 把妹妹交给了外婆 爸爸带着他不停搬家 严格来说 他没有一般人所谓的家 大概是八岁的时候 我有去高雄 就是爸爸带我们去当乞丐 然后去那边住旅社住一年 然后过我们没几年 我爸爸又带我们 他和我妹妹上陪布 然后又是住旅社 然后又再乞讨一年 最后在好心路人举发之下 崇光被社会局安置在台北的育幼院 结束了街上流浪的日子 大概七八年前了吧 觉得自己很可怜 然后还在讨厌我爸爸 很生气 是怎么会生在这种烂家庭 感谢从我轮程上有厕所 在这个地方 把妹妹散让他了 对批准 人家杰 没有人都不停了 因为他不停了 所以 我刚才先在里面 既然 我 两人稳定交往了十二年 崇光也离开了育幼院 现在同居在新殿的旧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七年 崇光始终领着不到两万二的薪水 这样的薪水要在台北生活 让他不得不想出一些省钱之道 为了省房租 崇光阿俊和两个室友分租一层公寓 租金要一万三 一个人分摊四千元 而装潢非常简单 家具几乎都是二手家具 崇光还自己DIY做隔间 这个是我跟我男朋友睡一间 然后这是我自己的小书房 环顾居住环境可能会让人有点心惊 不过崇光却很能自得其乐 这边像那边就一看就是公墓 哇那一天公墓因为七明镜快到了 所以他把它整理很漂亮 哇那怎么这么漂亮 老师草也还好啊 到现在没怎么样啊 我都还活着 饮食方面 一定要认识一下他的超级好朋友 自主餐 崇光几乎每天午餐晚餐 都会到这报到 因为自己开创了一个透气的方法 皮脂便当他要去哪呢 气氛心情会就会比较不一样 这是钱买不到 因为工作不是很老糟 然后收入不得 那我现在只用仅有的小间 对然后去想一些 可以创造自己的幸福感 懂得转换心境 让崇光即使是唯心水 也能拥有唯幸福 为了不超支 崇光也很认真记账 登记所大概每天 吃饭吃多少钱 对然后我想说这样子 目的是达到存钱的计划 你怎么没有买个账本 账本哦 应该也不用买吧 我还花钱呢 透除固定开销 崇光每个月还可以存六千块 现在存款已经有三万多块了 吃的话大概可能就是六千到七千五 然后坐车可能是一千块左右 然后房住的话 房住大概三千八到四千八 然后里面还一千块是要花的价钱 重光的省钱之道 也落实在一些生活小细节 像是每天下班 他会多走一个捷运站 十五分钟就可以省下四块钱 那四块钱你觉得 省很少 二十二天的话就八十八块了 八十块可以吃一餐呢 是不多啦 可是感觉就很爽 现在要回去坐街火车 坐驱空所免费的街火车 这样可以省钱 因为一个小宅一半 还有时间要抓到刚刚好 充光对物质享受也没那么在乎 他几乎都穿一样的衣服 不太需要制装费 至于和阿俊约会 两人会去吃丰盛的早午餐 有时候还会赚到阿俊买单呢 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缺心 对啊 是这样 我啦 我感觉就是还蛮快乐 然后觉得好像 我想做到 好好的身份 你忘记 用小钱 日子钱 来来来来 赚钱 在两万二子算计之间 感觉不到充光的失落 懒到看见他的省钱了 你现在很难救的回来 来 充光脱离陪爸爸乞讨的生活很久了 但他开始上班后 爸爸又出现了要钱 说 我以前对你很好 等下 等下 所以你现在跟我要给我钱 什么之类的 我就觉得很讨厌 故意远离父亲的他 却又受不了良心折磨 没有稳定收入 崇光要怎么尽孝 啊 煩死了 不知道 今天的东道主崇光 是年过三十 却总是做零食工的穷忙族 有人说他是承受不了压力的草莓一族 看在男友阿俊的眼底 真的是如此吗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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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光的同居男友阿俊 是个专业配音员 因为接案的关系 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身为过来人 对薪水高低更是坦然 我自己从来也没赚过二十二K 因为我有时候是低于二十二K 我从来不在意二十二K 还是二十九K 还是三十二K 还是多少K 生性浪漫 随语而安的阿俊 因为有一技之长 他并不害怕失业 但看到崇光平换工作 一开始也曾劝他 比方说之前有一个工作说 他觉得他做不来了 他做不来然后太急了 我说你要不要忍一忍 我觉得工作还不错 就我自己来说 比方说他有个公司 看新闻写新闻稿 我很喜欢看新闻 看这些事 而且我做很快 可是那是我 不是他 从担心到习惯 阿俊现在还会大声宣示 就是爱崇光这样的草莓 因为我们客家还蛮爱草莓的 我们客家很中草莓 大虎草莓 所以我觉得 可能会很多人长辈说 现在小朋友吃不了苦 然后脾气又很大 但是你要看是什么苦 互相尊重 是两人能稳定交往的相处之道 甚至他们还会庆幸 自己的同志身份 不需要为家妓与后代烦恼 可能过去我有出现经验 刚好工作没那么紧密的时候 我会很慌 会想说我在慌什么 我就自我分析 你在慌什么东西 你又没养孩子 也不缴房贷 不能说没有妻子 所以我觉得说 就是我们彼此都有澄清说 你没有焦虑 即使没有稳定工作或主流的认可 在崇光和阿俊心中的家 却非常坚固 就我们结婚很久了 我觉得后来我们只能说 真心真意在一起 但是这是感情面的 两人对于未来不买房子 也有相当共识 现在的限制状况是不可能 所以我也不会努力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然后什么去猛加班 然后接受不好的到 那个薪水工的工作环境 我觉得身体是你第一个房子 你灵魂就住在里面 如果你这地方都不舒服了 你都 或是你买了一个尸体的房子 这个地方去找火了 去威修处啊 那何苦来在呢 对不对 有默契的小俩口 对谁来晚餐的来宾名单 也会口径一致吗 白安 最近他歌很好听 我第一次看到他 想了很久 崇光只挤出一个人名 倒是年纪稍长的阿俊 有很多偶像 谁 祖哥姚 觉得他很有趣阿 或是廖俊也不错 廖俊是我的偶像 孙燕姿 其实我还蛮喜欢刘芭杰的 因为刘芭杰我觉得他蛮可爱 不许他跟我男朋友有点像吗 就是在联系斯文斯文的 所以我喜欢看这样子 马老师他在里面的表演很有趣 因为那个马西平每次都说 芭杰我告诉你 他都会用这口句 好像跟人家在 你会看到两位大叔在屋檐下八卦 那种感觉是很温馨的 关于谁来晚餐 阿俊觉得好玩就好 崇光则希望这个人 可以给他实质上的建议 在崇光的心里 对未来仍充满许多问号 崇光住育幼院期间 和一位负责照顾他的社工阿姨 特别投缘 每年育幼院举办团圆活动时 崇光都会回来找阿姨叙旧 对阿姨 你要来看他弟弟妹的 对我想看一下 以前做的地方 看到崇光 阿姨总会想起第一次出见面的景象 当时崇光陪着爸爸乞讨 在社工人员帮忙下 来到育幼中心 聊到近况 阿姨似乎很了解崇光 常换工作的处境 不免念了他几句 他就是有一点好高无言 就是挑他喜欢的工作 不喜欢他就完全不一样 虽然崇光无法认同阿姨的说法 但身边有一个这样关心他的长辈 让崇光觉得很窝心 可能我真的跟他比较熟 因为他被我待很久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会变得很窝心 他会变得很窝心 光没料到阿姨会这样伤心 阿姨唯唯道出自己的忧虑 我到现在还是心里面 还是好像一块石头 放不下 我觉得说 同伴就是一定要一个 单一个 不要一直在换同伴 换同伴的时候 就会有身体上很多变化出来 我到现在知道他说什么 我到现在知道他说什么 就是找到一些力量 就长出一些力量出来 就是依稀知道一点说 那个安全感和幸福感是什么 会觉得阿姨像妈妈 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可能我小时候没有妈妈 所以我不知道妈妈的感觉是这样 我想应该是这样 崇光每每回到育幼院 都能找到继续往下拼的动力 但是依然抹去不了他心中的渴望 一个完整的家 崇光成租的公寓里 除了同居男友阿俊 还包括从小和他分隔两地的亲妹妹尹鸿 小时候因为家境不好 爸爸将尹鸿送给亲戚继养 兄妹俩直到长大才开始联系 一开始其实是很疏远没有错 因为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是失联的 我记得有印象 大概我读也是读过国小 国座那时候 我收到他从台北的 什么额眉街 额眉街寄来的信 那时候我爸爸在那边上班 尹鸿不但能接受哥哥的同志身份 和阿俊互动也像一家人 放假时三人常聚在一起享受悠哉的用餐时光 然后我就从他的房间里面 有发现一些 就是说有关一些同志的杂志 杂志 那我就说 为什么我哥哥 不是A的啦 是那个 同志 尝试性 知识性 我可能说我哥哥怎么会有这种 怎么会看这个杂志 那其实我心里面就有一点 有一点 有点底 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不知道应该在火之战吧 不知道应该在火之战吧 z 而且我想一想我以前還蠻趕的 以前就是我們去乞討 然後就跟我妹講說 我們每天就偷一點錢存起來 然後存夠之後我們兩個就走掉 不要理我爸爸 崇光在育幼院生活之後 爸爸繼續過著乞討的日子 但像不定時炸彈 會出現跟他要錢 說我以前對你很好 所以你現在要給我錢 我就覺得很討厭 所以他有錢的時候 他要買衣服給我 我說你不用買給我 到時候你要跟我要那個錢 你要跟我親自說 manman不用manman no man 我會覺得說 哇他有工作好棒喔 我比較在乎這個而已 其實他以前怎麼樣怎麼樣沒關係 對我其實不會和他什麼 真的 我跟他是有話講 只是崇光剪斷了爸爸的經濟負擔 卻剪不斷內心的親情負擔 我是會試著說 先跟他當朋友好了 至少可以跟他見面 然後跟他當朋友 我不要那麼快進入父親 或兒子的關係 因為那樣會讓我很痛 痛快 為什麼很痛 可能我還是很保守吧 可能要消失處之類的 崇光有時候會回到火車站閒晃 回憶過去 也思考接納爸爸的可能性 只是每次走在熟悉的路上 內心總是百感交集 其實我真的覺得有點丟臉 因為我爸要我們兩個講說 請 就是說 他要我們說 甘蔭噴甘蔭噴錢 這樣的話 我直接講不出口 你知道 我覺得很丟臉 好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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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平常坐办公室 这份工作还多出出差的小乐趣 我还蛮喜欢这个啦 因为我平常都是坐捷运 我捷运路在地下 然后整个地上 坐捷运路都黑黑的啊 因为经常性失业 让崇光也成为申请补助的达人 光是失业补助他就领过六次 看他跟柜台人员交涉的模样 简直是各中高手 你之前有说有什么专案的吗 我申请了六次 我已经领完了 一万零八十元 对 因为我最近头发的薪水 才一万八千三百多块 他还申请过低收入补助 甚至走投无路当卡奴 把所有适用失业的福利 都研究透彻 也算是一种积极作为吧 另外他还发现一家 利息很低的公家当铺 他把亲戚留下来的遗物 拿去借现金 是觉得是最后逼不得已 我才来这边借 刚开始觉得有点丢脸 我刚开始借的时候有点害怕 陈先生学单加借一万块 你要再加借吗 不用 不用了 谢谢 陈先生的利息总共是六百三十元 这里有三个桌子 然后一个手握一个筋线 对 好 崇光从小在育幼院长大 出社会后 靠着各种社会资源渡过难关 但是他对这个社会还是很失望 我不会感谢这个政策 因为那个没法改变 结构性能问题 我讲直接一点 我只要工作 外面有工作机会蛮多 然后就职业劳动条件不错 我就不需要来走后面这些东西了 这些关怀 那你为什么要关怀 是因为发生了 我们有一些事情 我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 是我自己打红良太子 就那么作戒 就要这样子吗 崇光常拿自己的失业处境 来埋怨政府 只是面对22K人生 他有什么更积极的作为吗 崇光在老委会的工作 进入倒数阶段 一个月后他又要失业了 细数在这里上班的优点 让他越想越不舍 我想我没办法想象 哪里还有像这样的反应 我不知道我怎么到 我不知道哪里有 如果有的话 就应该已经变要站走了 他们不会离开 利用放假 崇光开始在各大人力网站丢履历 有时候我想我是哪里血肥 不对我干嘛 我又改一下 人力派遣公司 说要不要做作业员 不然就是保险然后直销 保险也有 我不晓得如果我去做那位 那要干嘛 去做那感觉就空空的 崇光之所以爱挑工作 是因为他念武专时 努力差大 这让他觉得很辛苦 所以到现在还不能放下身段 只是为了一份工作的话 那我干嘛之前要念大学 然后念武专 然后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在那边 把我的青春都放在那边去了 念大学才有工作的梦破碎后 崇光又发现自己和老板面试 总是没有共识 可能以后有些绘图啊 方面或是什么样啊 或是机水电之类的 你可以学什么之类的 你不会我们可以教你啊 我那时候有点纳闷说 他不是应征行政助理吗 他都后来跟我说 你自己不要以为 觉得自己是千里马 找到报告了 那么崇光的理想工作 到底是什么呢 我可能就是服务人群吧 的工作 对 但是而不是为了要赚对方的钱 如果是与泪有成就感 然后有那种 跟自己生命价值有连结的 我不是为了钱 而是那个价值 那个幸福的感觉 开出理想与现实不符的工作条件 崇光有可能找到这类的工作吗 有时候 他也会到就业服务站找机会 这天出门前 男友阿俊给了贴心的叮咛 你不是要出去吗 还是我来吧 我来打好了 我先找他出去吧 我希望就是路上平安详心就好了 对 对不一定要找到 因为找到都是烂工作的话 或者是说都是让他吃苦 就是不舒服的工作 那个没有意义啊 这是崇光第七次踏进救福中心 派一副老客户的模样 请柜台人员直接调资料 其实我之前有救的资料在上面 所以你只要上我去 照工作期间 崇光还会和一个 跟他处境类似的朋友见面 户土苦水 阿华是他的大学同学 目前待业中正在准备第二次的公职考试 我失业的时候就是白天嘛 就是早上去读书馆看书 一直到晚上 我就算准备也没办法考上 因为那路级率太低了 现在毕业研究所大学都没什么工作 那我心想说 大家为什么一定要一窝蜂做这件事 那我还要继续走一样的路 崇光总认为考工职是找不到工作的借口 所以无法认同阿华 可能我两个会吵起来的 会冷战的 对啊 有一段时间 还是要去准备的 这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沮丧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上天应该是会决炼我们吧 至少有准备应该就有食物 我喜欢考上 然后如果有什么缺的话 可以通报我之类的 向往公职的崇光 却不愿意努力一搏 对于质疑他是烂草莓的人 他如此回应 他根本不知道 我们是代理性是活在这样不好的条件之下 我们条件是比以前的人还差 虽然我们以前到现在都很糗 却还要求我们要吃苦难 还骂我们是烂草的 什么好认真母立功 吃我那条这件事 然后就累积什么 我不会 我现在不吃这一套了 我现在因为老 因为外面不是这样 因为外面只是把你当作是免洗块 然后说一样 弄弄就丢掉了 距离失业越来越近 崇光也越加不满 于是他又追加了一位来宾名单 然后会主委 看事会这样 当然会有情绪啊 因为我们 一路走来 这七年多 就很累 究竟是谁会前来 给崇光找工作的建议呢 待会儿马上揭晓 对不起 对不起 McMah 我 是 这心 有 今 不 点 对不起 给 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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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俊整理餐桌 眼见来宾就快要来了 阿俊却面色聪容 一边坐 一边还碎念起他的同居哲学 我根本不喜欢出那些东西 是因为我老婆喜欢 那我妈就是那种全能的妈妈 所以导致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后来自己搬出来住之后 我会发觉我自己原来是我妈妈 因为就 就你会觉得你是 很多东西都要照妈妈的对付做 阿公是照爸爸的对付做 所以我们好像在冲突的时候 都是因为彼此的爸爸跟妈妈不合 所以要放在火锅里面 都不要吃吗 再来吃他说话 我说到了 看起来刺激刺激 到底是哪位神秘嘉宾 有可能会吃到今天这锅好料呢 然后我也担心说 会不会吃豆腐 譬如说是老汇主委好了 他就好像光怀我什么之类 干嘛之类的 然后镜头出去很漂亮干嘛 可是他试一下在拉会 坐着去政策出去 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爱的小手准备出来 要不然我们就把它上吊 中午12点 谁来晚餐的餐车出现了 前来的来宾能否讨两人欢心 或是不欢而散呢 让我们复习一下名单吧 有网路歌手白安 老委会主委潘世伟 或是艺人诸葛亮 孙燕姿 还是名嘴马锡萍 刘宝洁呢 来宾是谁让阿俊如此爱慕 在餐桌上深情凝望 又让崇光像在求职战场中 找到靠岸的服务呢 今天水来晚餐的主角 是跃幸福到22K的穷忙族崇光 他和同居男友阿俊想邀请来宾 倾听失业者的心声 究竟是谁上门来呢 我刚刚把那弟兄丸礼服换好 快点 我先想大便 好 等一下你来 好 客人来用快点 你开门 好 开门 我下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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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辛苦 你很辛苦 答案揭晓 今天的来宾是阿俊爱看的节目名嘴 马锡萍 曾任大学讲师报社副总编辑 什么话题都能聊的他对于崇光的人生难题 锡萍 你会怎么看呢 122K 他们要去买菜 洗菜 我都很怕他们打扰他们 我教书教了快20年 我学生里面 叛逆的 愤世的 忌俗的 不听话的 跟你辩论的 跟你反叛的 太多了 所以其实我对这些年轻人 我很能够跟他们相熟 每天看他节目 我每天都看到你 哎呀 你们还做了这么丰富的东西啊 是 因为每次他叫说宝洁我告诉你 然后就说西平你觉得如何 我就觉得好兴奋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讲 你给我是听清楚 老师呢 那个我们先一边吃鞭炭好不好 好 我先吃鞭炭 我觉得我们今天准备的那个羊肉 希望能够合你的胃口 没问题 因为晚上有固定录影 马锡萍只能在午餐时间赴约 长期跑通告 他的晚餐都是制作单位打理的 只是他有一些口味上的要求 我从来没办法在家里面吃饭 礼拜一到礼拜天 我只好靠他 因为他们供应饭 那每天要看运气 但 因为我有特别你知道 第一个 我这个大肠面线跟瓦米刷是不吃的 不是 我也不吃 他每次一买大肠面线跟瓦米刷就说 怎么今天这个他就 我每次看到面线 我第二讨厌 我第二讨厌什么 我第二讨厌他买车轮饼 那什么东西啊 车轮饼 一个是三个车轮饼 你怎么在家里吃得饱啊 我比较喜欢的是五点钟的时候 他供应我们像粥 或者他有时候买水饺 我每天晚餐 我都不知道要吃什么 都跟赌博一样 第三个 马熙平过去白天在学校教书 晚上成为电视名嘴 忙得不可开交 同样是传播人的阿俊很好奇 马熙平如何拿捏名嘴 跟老师两种身份 教书反而对我的名嘴生涯 还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 我必须要承认 少部分的名嘴 极少部分的名嘴 在电视上是胡说八道 是 对 甚至于是 用意识形态来讲话 就很偏颇的 对 那因为我们 我教了 开玩笑 现学生是很厉害的 你在电视上如果胡说八道 讲些偏颇的话 你都叫客廊上 要有学生挑战你的 对 会有学生挑战你的 你的 长期关注马熙平 阿俊开始说起对偶像的爱慕和想象 而且我觉得马老师很厉害 他每次会叫说宝杰我告诉你 那个宝杰一告诉你 大家心都好开心 那我通常觉得 他那一趴 一定在统治收视群里会特别的高 因为大家觉得很有趣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 1999都女生 你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讲 原来男生 原来很多在看 因为其实 如果喜欢我跟刘宝 就我下个卡 这种苦客的东西 本来就是回国朋友 阿俊越说越怒虎 马熙平尴尬的只能苦笑 毕竟男同是男性思维的一个团体 不要说大叔空或西装空 他们可能都很喜欢 因为你都算是西装嘛 不过我倒觉得老师 你是认为有没有人鱼线吗 我觉得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人鱼线 但是如果说这个节目 他敢去讲到 就是性别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在同性恋的 这个会更开心 甚至如果老师有可能的话 出来担任我们彩虹大师 我们这个国家 是会真的走向老年 老年化 那老的同性恋者 也会越来越多 然后呢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 可以细致到 能够关爱到老人 关爱到同志 然后我觉得像 马老师 出来有何常不可 我们常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同性恋者 在这个地球上 也是某种外星人 就能够体会外星人的心情 对 阿俊也放胆追问 如果有个想出柜的同志小孩 马希平能接受吗 所以他如果出柜的话 我一样 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他 把他可能会遭遇到 什么 因为他如果刚出柜 他可能不知道 这个社会是很险恶的 这社会其实是 对同志是一条斩路 你在这条路上 你会被刺伤 你会发现到 你很多地方是行不通的 但如果我儿子出柜 我就会去研究 对不起 我会告诉他 我的希望是 你不要出柜 对 因为我只有这一个儿子 对不对 我只有这个 那女儿呢 对 女儿我反对的力道 会轻很多 因为我个人 还很传统 我还是希望 他能够抱孙子 你还选择这条路 你假结婚 我会去参加的 你懂吧 为人父母 总会担心小孩的未来 而崇光却少了这份关心 马希平觉得很不舍 更感叹崇光找工作的困境 主动关心起来 甚至要规划一下 你不能老是这样做短期 短期工啊 派钱工啊 你总要规划一下 对不对 你当年纪大了以后怎么办 我真的有找很多次 可是真的就没机会 你为什么不去考一考 试试看 不会上啊 我不想那么忙 他一窝风 可是我不想 那现在又要干嘛 又在一窝风 又要去考 我们只 那你看整个年轻人 我们这个年代 都去考公职 那国家的整个精神力 不是这样叠下去吗 所以之前那考 崇光找工作的态度 有点消极 也有两个小孩的马希平 忍不住扳起脸色 开始对崇光说教 所以你现在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你的经验没办法累积 没办法累积之后 你这样的年纪再大了 你再去应征 你再去更不要 其实老师 你讲这个 我只有想过 不是说我硬要长那个 而是因为 第一个人因为我要生活 崇光开始向马希平抱怨 投履历长石沉大海 有丰富面试新人经验的马希平 要看看崇光的履历 出了什么问题 基本上一般公司行政助理 这个完全没有驾照 跟没有交通工具是个很大的制度 我的建议是 不要把这个放到首页上 不要把你这弱点 弱点先步入在首页 休假制度好 把你公司规定放到最前 你什么周休二日啊 什么放在第一个 你怎么还讲周休二日 连加班都不肯啊 依公司规定放到前 老板一看就很爽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说 真的有机会去面试 对 知道了解那个公司状况 对 依公司对人家看见很爽 这个我看有点不爽 我告诉你 这东西要从对方的角度来洗 而不是我希望什么 所有年纪人也要洗 崇光的履历 有很大的改情空间 马锡萍趁机替他好好上了一课 当然这个自传是不吸引人的 完全不吸引人的 第一句话是 家中共有四个人 我排行老大 这个就完全不吸引人 从小家中经济就不怎么好 我热爱这份工作 我也热爱这个公司 这公司我是了解的 譬如说你今天 如果要在那个中天任职 对 你就要写说 这个 我热爱我往下飞 他写那没错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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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就现在在求职嘛 他只写了一份之赚 我把他email给你看 冲光的求职路迢迢 马锡萍新有七七焉 因为他的儿子也才刚步入社会 有着比冲光更辛苦的工作生态 那我儿子 因为他是新闻系嘛 他一直想要当记者 他现在在电视公司 但是跟你一样 他现在在奋斗 什么叫奋斗 他现在进去 每天早上八点钟上班 八点钟要到公司后 七点半下班 每天工作将近十二个小时 中间是没有休息的 中间买个便当吃 他已经上班快三个月了 一毛钱都没有了 现在算实习生 年轻人的未来 可能会越活越辛苦 马锡萍语重心长地 提醒冲光社会的现实面 希望他能调整求职心态 我儿子一心想当记者 起初 现在记者 现在记者薪水弃薪 也是两万多 如果你不做的话 外面一大堆人抢在做 不合理的一个薪资结构 不合理的一个薪资环境 偏偏如果你抱怨不做的话 反而后面排队人一大堆 你还是要找坑仙窝人 才有时刻讲这个话 你连种花的坑都没有 你等待个什么春天来临啊 你永远是空中楼阁 就是说那个政策影响到 我们年轻人身上 可是有些人不清楚 他认为说我们年轻人是 混吃等死 烂草莓 我不觉得你是烂草莓 我觉得你还前途的 你还是有梦的 而且你还能够 今天的聚会 马熙平开口闭口都是小孩 给人好爸爸的感觉 崇光很好奇 马熙平是如何和儿女互动的 大概很少有我这样爸爸 我儿子跟女儿 都有点叛逆 第一个 从来没打过 说没有打过他们 从来没有 还是没有时间打他们 没有 从来没打过 第二个就是 认重大的决定 给他们分析 然后说出我的意见 第三个 我们家都是讲好话 讲好话就是 譬如说好了 这个 有一天我正在打网球 我打两个球 老爸 我皮夹 我皮夹忘了带了 我说那 那他说 我坐公车三站 发觉皮夹忘了带了 我就下车了 我一声大汗 我就开车去家 那这个 一搬回去就说 你皮夹忘了带了 你头也没有忘了带了 发生这种事情 我从来不骂他 我的小孩也发现错 我从来不骂他 譬如说 听到马熙平和儿女的互动 跟朋友一样 崇光也想起 自己跟爸爸 也跟朋友一样 上班 我纸子习题 马熙平鼓励崇光早日稳定工作 才能有机会稳定家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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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光 加油 谢谢 加油 孙光想要摆脱穷忙族的22K人生 虽然不容易 但是只要他能拿出努力算钱的精神 来找下一份工作 相信他能早日结束在职场流浪的日子 也能终结爸爸的流浪生涯 其实现在的社会 年轻人已经没有靠高无缘的本钱 你想想看 其实他的梦想很卑微 他只是要一个稳定的工作 但是这个社会 给不给他这个卑微的一个愿望的机会 恐怕是这个社会要生死 想把他西装给脱了 没有啦 我自己觉得他们 其实有负责很好的社会的教育的作用 但他并没有完全充分地发挥 所以只要不能总是老是谈 谈那个外星人嘛 对不对 有时候真的要让社会进步的 很多的东西要多谈 其实我还蛮窩心 因为他说我不是蓝草类 我一直在做 他今天听了 我觉得会比较肯定说 我现在做的事情 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